嗨 我是妮妮 嗨 我是Polla 我們今天要吃什麼 今天要吃這個 真的 好多喔 很多吧 而且好像都下酒菜類了 下酒菜類 對啊 小島辣烤芝麻小雕 芝麻小雕 再來這個是小島普燒乳麥片 小島海南鹿角魚絲 跟小島泡菜烤墨魚 那我來吃看看吧 好 那我就開這個 泡菜烤墨魚 好 欸它長得有點 它長得有點像泡菜 真的耶 沒有切過的泡菜 好 我們來吃看看 它有點像魷魚絲的味道 魷魚絲的味道 它沒有 它有泡菜味嗎 都魚味耶 我也覺得都魚味 都是魷魚的味道 我要吃大口鹽 嗯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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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麻 它在飛走欸 它是大快一點的 不過它也沒有很辣 它沒有很辣 可是我覺得 它這個就是我們平常在外面吃到那種 烤魷魚辣味而已 就是它其實沒有什麼泡菜味 它真的沒有什麼泡菜味 但是它呢 不過我覺得它魚味很重 對 它魚味很重 嗯 然後它的 魷魚絲都很紮實 好 換下一個 這個是海膽鹿角魚絲 欸 它這個比較小塊耶 一片一片 一條一條 而且感覺有點像那個 烤過 對 烤過的魚 我們來吃看看吧 曬的魚肝 嗯 但是它沒有像魚肝一樣 這麼像魚 因為魚肝不 魚肝不都是 就是脆脆的 嗯 它不太軟軟的 不過真的有烤過的味道 嗯嗯嗯 它幾乎都 就是上面都是烤過耶 都烤得很 很焦 嗯 它叫海膽 杜角魚絲 海膽味 沒有海膽味 我知道了 因為 因為它烤的那個 煙的味道 比較重 所以都吃不到海膽味 好 換下一個 我們換下一個 燒烤芝麻小雕 哇 真的耶 真的耶 它真的是一隻小魚耶 六片仁 一隻小小魚 魚片耶 應該很好吃 我們來吃看看吧 好 嗯 一直狂點頭就是 好吃好吃好吃 呵呵呵 而且它黑的芝麻 很好吃 對啊 喔好鮮喔 而且它上面還寫糖心紙耶 可是一點都不辣 不辣啊 呵呵 所以泡菜 泡菜還可以感覺到一點點喔 呵呵 可是這完全不辣 這完全感覺不到 接下來最後一個 虎燒如鰻片 鰻 鰻魚的鰻 鰻魚 喔有喔有像喔 鰻魚就這樣切成這樣一片一片的 鰻魚飯對不對 好吃 鰻魚飯好吃 鰻魚飯好吃 脆脆 我覺得這個比較好吃 嗯 而且這個比較不鹹耶 嗯啊 這是我們今天吃的下韭菜系列 小島系列 對 四種喔 小四種 這麼多種 如果是你想要配啤酒 你會想要配哪一種 我比較喜歡配 配 配 魷魚 魷魚絲 魷魚啊 對魷魚 為什麼 因為我喜歡吃魷魚絲 喔 超愛吃的那種 因為我們這樣一大包 然後都是你在吃 然後坐在沙發看店的時候 就是一直吃那個 因為它可以攪很久 它可以攪很久 你咧 我比較喜歡吃這個 鰻魚的 鰻魚的 嗯 它魚可是它沒有很 就是你知道有腥味那種 然後 它也不血 它也不死血 對對對 它沒有腥味 因為像這個 就有一點小腥味 對對 它味道很重 然後小雕也有 又太腥 然後這個我覺得剛剛好 嗯 所以如果你喝啤酒 你就會帶這個 對我就會帶這個 好 如果吃貨們喜歡的話 可以去找看看這個東西 小島系列的 然後可以配啤酒 邊吃邊吃 那我們吃飯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